大家好 今天是7月19日 星期五 股市持續反覆收押 而且以收市指數計 恒指正式跌穿100和250電線 稍後再作分析 先看看今天的視況 恒指早市先低於175點 到17603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喉臭 見過17629點 但沒有法治再推進 原因很簡單 賣盤不足 其實這個情況在過年月 每天都見到 根本上沒有足夠的推動力 結果零零碎碎沽壓 又再滲滲地湧熱 市況亦都輾轉反覆 跌到17376點 這一刻相對於昨日的收市來說 是跌了402點 還有一件事 17376點 這一點剛好就是今個月 9日低位17376是相約的 好了 指數其後就有少少斷定 一路進入拉脚之中 最後收到17417點 相對昨日收市來說 是跌了360點 成交金額1020億 以收市指數的17417點 計算是正式跌穿了10天 20、50、100和250天線 即是市現在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技術上、形態上已經進入了浴市底的格局 第一個底 我覺得應該是9日和今日的低位17376 如果一旦跌穿了 下一個據點就是心理關口177點 好了 到下個星期回來 整個股市將會暴入7月份的下旬 即是很簡單地說 今個月期指轉倉和結算相關活動 將會漸漸主導的大谷 以現在的視況來看 淡倉似乎是首勝一籌 即是首執的主控權 去到今個月期指轉倉和結算期間 可能會稍為加以追擊 從而令到7月的期指 能夠比較低的水平進行轉倉和結算 目的當然是希望賺取在帳面上 多一分的利益 但是7月份的市況的反覆 對8月份帶來很大的壓力 因為指數現在在17,300 17,400左右的水平 如果去到今個月底 如果真的在17,000 甚至下方的話 8月份開出來 肆必一定是受到拖累的 第一個目標就是 今年4月19日的低位16,044點 其實我也說過了 因為由今年的高位 5月20日開始的下限 技術上已經出現一頂低於一頂 因為再向下望的另一個高位 就是5月28日的19,000點 望低一點就是6月5日的高位 18,724點 再望低一點就是6月20日的高位 18,520點 再向下望就是今個月 12日的高位18,317點 看到高位是一頂低於一頂 慢慢慢慢向下走的 技術上、形態上 當然只是不理後市的發展 加上大家看到 買盤持續都卻步 每天回來市況是有少少後抽 接著就無力為計了 其實港股最大的隱憂 就是血閥資金的追訪 在資金仍然都比較保守之下 整個大市如果真的要向上下 真是比較難的 面對這樣的環境 我覺得大家最好盡量保留實力 就算要作任務部署 看看今個月期指轉倉 結算是哪個水平 看勢來做 我總是覺得後續的大市 如果真的再進一步反復 情況是會比較令人擔心的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9 星期五股市又在反復 而且也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調 等一下再分析 先看看今天的情況 恆振指數早點先低開175點 到17603點 曾經一度稍微輕輕地回升到17629點 可是沒有辦法再推進 買盤不足 還有股盤又不斷地出現 結果整個股市就在股壓主度之下 一直跌到17376點才停步 9月份中先對昨天收息來說 是跌了102點 奇怪 這個低位剛好跟9日的低位一樣 是17376點 等於說 7月份的股市暫時是從 9日的低位17376點 上升到12日的高位18317點 然後再回頭跌到19日的低位17376點 可是問題就來了 現在是19日股市很快就會進入這個月的下一個部分 等於說 這個旗子轉秤跟結算的活動將會影響整個股市 到下個星期回來 只要固壓少會有一點主動的話 指數真的是有機會跌全17376點 等於說整個股市會進一步往上尋找這個月的低位 其實原因很簡單 一個月的高低位不可能同時出現在4到6個教育天之內 還有941點的波幅也比較少 要是說這個波幅最好有1100、1200點的話 那結果很簡單 指數要是不能夠勝破18317點的話 現下的可能性當然是會跌全17376點 這個大家應該明白 還有指數經過了這兩天的反復 尤其是今天的進一步反復 現在還止已經是跌全所有平均移動線 當然就算也跌全100跟250天線 一天這個情況還不能夠改善的話 股市將會慢慢進入一個反復不斷下施低位 往下尋找低位的走勢 其中已經說過很多次 股市要是希望擺脫不斷往下尋找低位的走勢 條件只有一個 就是橫生指數必須穩守在10跟20天線以上 這個是最基本的了 要是連這個都做不到的 股市反復不明的走勢 基本上是很難改善的 好了 十月份新加交易天不多了 下個星期回來到月底就八個交易天 下個在下個的星期一 就是這一個月 旗子賺倉的高峰期 星期二就是旗子結算日 而星期三就是場外顯身工具結算 變成下個星期一到星期五結五天 好跟蛋的爭執視為比較明顯的 而照目前的情況看起來 由於橫生指數已經反復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等於說股市下市低位的積位是比較高的 我應該說過很多次 抓貨不多的朋友問題是有 可是並不是很大 要是抓貨比較多的朋友一直沒有做風險管理 所以現在的壓力就會越來越大了 最低限度不要看到股份在低位 就再買多一點點 當然最好還是盡量保留 現下的自己現金 好了 下個分析就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給like 留言 訂閱 按下鐘仔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